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道琼斯综合指数上涨超过一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超过0.5个百分点 标准普尔综合指数微涨 今天全天走势特点非常鲜明 就是市场处在短期超买区间 三大股指均以震荡来完成全天的走势 受到场外消息面的影响 道指表现亮眼 那只从高回落出现了调整的心态 今天三大股指的表现 是延续上周四五的两天 强势拉升之后的震荡调整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上周的视频 我们周四表达过股指会继续地发起 上攻阻力位置的预期 进而可以完成技术面的全面走强 周五的股指基本围绕我们说过的移动技术指标线和支撑位置的双支撑展开的上攻走势结束全天运行 多头走出了一次调整的阶段 我们称近期的多头就是最悍漫步 上周五的市场还是一次清醒的拉升 近期我们还谈过短期的股指上方的压力会慢慢形成一个动态的位置 那么无疑上方短期压力已经形成 这点在上周的市场拉升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清晰 股指为了突破这个位置的短期阻力 在周五出现了全面的大涨铺涨的形态结构 并且已经把这个阻力位置用突破的走势完成了转变成短期支撑位置的过程 短期这个位置会形成对于市场短期支撑的重要位置 今天的股指早盘没有延续上周五偏向于多头的强势拉升格局 这个从纳斯达克的股指上看比较明显 早盘的低开也宣告之前 强势特点并没有延续发生在周一的开始 我们回到纳斯达克65分钟的K线图上 看看今天发生了一些怎样的变化 如图所示 纳斯达克早盘还是一个低开 幅度不大 直接把股指拉到了移动技术指标线的下方 之前我们表达过短期的市场阻力位置是一个动态的位置 我们暂且把前期的缺口位置和高点作为短期股指上方的一个压力区间 从今天的早盘来看 这个位置的力量体现得非常清晰 股指上工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阻力压力 今天的开盘移动技术指标线就已经失手 我们之前说过短期的博弈阶段 这个移动技术指标线的走势非常重要 股指始终受到了移动技术指标线的压制作用 形成了股指 步步下滩的形态结构 有望形成一种回踩前期突破位置的预期 鲨鱼工作室属于小众的投资急剧地 从策略出发实现投资目标 欢迎每位有缘的朋友参与 公共视频是免费分享每天走势的分析 请看客们把赞按起来 我们言归正转 看看今天市场的运行特点 如图所示 从形态结构上看 股指利用今天的下跌形态 完成近期地突破短期阻力位置的回踩确定的结构 之前我们分析过 市场不会出现连续的下跌走势 而是叙事的上攻准备 虽然周五的走势 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短期预期判断 但是无疑短期突破的强势结构也是比较难以持续的 今天的下跌调整就是对于短期多头量能的一次消化的开始 股指进入一种上方有阻力位置下方有支撑位置的箱体之中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短期的动量指标 这个动量的变化是我们之前反复表达过的 并且短时间对于市场的博弈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五的市场因为拉升突破关键阻力位置 底部动量指标截止收盘站在了70数值的上方 是一个偏向多头的位置 但是短期的高开高走已经把这个数值带入了短期超买区间 市场需要时间来消化 之前我们对于消化底部动量的形态结构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描述 各位可以看看之前的视频 今天的底部动量指标开始出现了回落 截止到收盘的时候 底部动量的指标回到了60数值的位置 和上周五的数值比较 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最后就是短期的移动技术指标线 近期我们说过这个移动技术指标 如果偏向哪方短期对于那方的优势 就会相对明显一些 今天股指的低开低走的回落调整 也是延续着这个技术指标线的压力惯性展开的 盘中多头和空头也围绕着这个移动技术指标的失而复得 展开了博弈的走势 但是总体这个指标线在上周出现了 快速的拉升之后还是保持横盘的走势特点 说明短期或许还是会延续一种震荡 来完成换筹的准备 截止到收盘纳斯达克的股指 还是站在了移动技术指标线的上方 综上几点技术观察 我们对于明天的股票市场走势的判断结论是 股指将会继续地震荡完成 对于支撑位置的确定心态